各位晚上,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之前也說過一次 關於培訓事業的卡拉OK化 我和幾個朋友 用這個名詞去說 很活靈活現 其實現在的培訓 以前那些 面對面的培訓 因為疫情改了很多 改了很多線上 用Zoom 一個對幾百個 或者幾十個 不受場地限制 去做一些培訓 這也是其中一個大趨勢 第二個大趨勢 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教育或者培訓 卡拉OK化 不同的題目 就找了不同的 導師去講 講完之後就拍成 一些片段 通常是碎片化的片段 15分鐘以內的片段 就放在一個平台那裡 需要去接受培訓的人 就點那個 影片 看了之後 可能有少少的雜作要去做 問回少少問題 或者看完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一個優勢 這個就是那些企業 其實不是今時今日 說的是五六年前 中原地產或者銀行 很多營業員 都是用這個方法 因為為什麼呢 你要那個營業員全部停業 走去找一個很大的場所 你做一場很大的農訓 是會是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還有那些人也都不是那麼喜歡 因為他們現在 現在年輕人他們一架手機 用手機看了 用他的碎片時間 碎片時間就是 他坐車 在洗手間 或者是 去吃飯的時間 他就去看一條片 看了一條片 拿了個分數 去公司換些禮物 換些手提電話 或者是其他禮物給他 他們反而更開心 對公司來說 他們的成本是更省了 這個大家都有幫助 這個就是叫做卡拉OK化 現在就算是一些名牌大學 他們都推出一些網上線上的課程 講數碼轉型 講Algo Trade 講Sustainability 這些全部 哈佛 劍橋 全部都有推出這些課程 有些是免費的 免費就是 你看完 沒所謂 我給你看看 看完之後 你真的要那張紙 你就給回100元美金 去印出來 這是其中一個玩法 所以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打算搭建平台 希望在平台裡面 去拿到收入 我就跟他說 以前 如果你十年前 搭建了你有一個品牌做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南海來的 你出去是會OK 但是今時今日 連這麼大的品牌跟你去爭的時候 我反過來 就算今時今日的 很多香港的大學 香港大學也好 成大也好 理大也好 他同樣推出這樣的產品的時候 他的競爭力一定不會夠全世界最高的大學 例如牛津 劍橋 將他中文化也好 或者清華 北大的將他中文化的時候 你是不會夠他 因為那個 將沙子的含金量 是不夠這些名牌大學高的 這樣的時候 連這些大學都未必夠打的時候 普通一個平台 又怎會可以做得到 除非你說你是有一個 壟斷 例如在一些學會 非要在你那個平台去做 培訓不可 如果不是有這個門檻頂住的時候 以大學的水準 水平的認可 一定可以供入得到你 所以那個培訓卡拉OK化 對一般的做平台那些 我覺得那個失敗的率是挺高的 反而反過來那些導師 有一個可能就是 他將他自己造成一個明星 等於譚詠麟的愛在深秋 他放在任何一個平台 都可以收到錢 即是他放在哈佛友好 Ossford 這個培訓的課程 這首歌一定收到錢 但是 一個不知名的人 不出名的人 要去收這樣的錢 就困難 因為現在可能 亦都會將 有部分一些培訓的東西 會是明星化 所以為什麼近年 我是將自己 是要打造自己的IP 因為自己的IP 才會別人不會搶走 還有一些平台 會是搶著你去 有機會可能給加盟費 或者是給些酬勤 等你將你的第一條片 第一首歌 或者手法的歌 就放在他那裡先 搶頭淡湯 這個我估計是 就是未來培訓界的卡拉OK化 是會非常之盛行 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拜拜